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菜叫做 嫩煎雞胸肉 這個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我不愛吃雞胸 因為我覺得吃雞胸 它這個應該怎麼講 就是始終會覺得它很乾柴 不舒服 然後我喜歡吃雞腿的嫩度 那但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大家一直在提說要多吃雞胸肉 所以我也想盡了很多的方法 一直到我後來去錄了外景 在匈牙利 讓我看到原來可以這樣操作 可以讓雞胸肉吃起來不柴 光是吃這個雞胸肉好像有點無聊 所以我放了一間番茄過來這邊 好 現在就是要煎雞胸肉的關鍵點 好不好 首先 前面有蛋 你去想像一下一塊雞胸肉這麼厚 這麼厚 你如果要煎到它全熟 它勢必會彩 好不好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些技法 這個地方有筋的把它劃開 一點點就好了 這麼厚我們就這麼厚煎 好 那首先鹽 那我這邊會來一點點的咖哩粉 因為你不希望說雞胸就是單純只有一個 一個味道 一個味道 然後灑一點點的 白胡椒 你要黑胡椒也沒問題啦 來 麵粉 只要在母絲流裡面 我沒有特別提到精性的話 我們都是用重金 它可能在烹調時候 稍微需要一點點時間 因為它必須要用小火去慢煎 油量要稍微多一點點 然後我這邊用 使用類似像半煎炸的狀態 一般在所謂的炸豬排也好 然後剛好 我們的過三關 永遠都是蛋 麵粉 麵包粉 那它這個沒有 但是蛋液非常重要 這個蛋液可以鎖住裡面的水分 不會讓它跑掉 所以它待會煎出來的雞胸肉是帶汁的 好 現在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在煎的過程當中呢 溫度不要太高 這邊你可以試著 稍微往前推一點點 然後把油往上面先淋 讓上面的蛋液先凝固 這樣不會說待會在翻面的時候 因為翻面的時候 把這個蛋液給弄骨掉了 它的保護的效果就變差了 翻面的因為油比較多 不要擠 不要這樣 這樣 你就拿一個湯匙底著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很順的就翻過來了 好 一樣慢慢接它 快的話你可以上蓋子 好 好 那現在約末是八分鐘左右 好 那拿出來之前我們稍微火開大一點點 因為畢竟是 用油下去煎 火開這樣你可以把油冰出來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切成你要的 片狀 然後外面也可以再 加一點點的胡椒 好 再增加一點 沙哩粉 稍微點綴一下 好 味道如何 你試試看 做做看 你會喜歡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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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